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今天的80年代怀旧系列 要带大家来看一部被老美魔改得很严重的动画 甚至连主角都换人当了 上周神龙特工对结尾放的音乐预告 很多人都猜到了 正是这部《宇宙奇兵》 原名为《星冲式Bismarku》 本剧是由Piero工作室所制作的日本机器人动画 于1984年由日本的日本电视台播出 播出时因收视率大受好评 使原先只预定制作26集的剧情延长至51集 之后于1986年被美国的WEP公司买下版权 就是最喜欢魔改日本动画剧情的那间公司 详情可参考热血军的百兽王圣战士 版权被买后大幅改编为美国版的 《Saber Rider and Star Seraphus》 这一改不但配音和主题曲改动外 更是将第二主角直接改为第一主角 且为了符合国情与电视尺度的差异 删除跟变动剧情的顺序 还制作了六集原创内容 当时中港台引进的都是美国版的 台湾叫宇宙骑兵 香港叫星空铁卫 而大陆则叫军刀骑士 不得不说 有时候真的很受不了台湾的翻译 永远都是什么太空 宇宙 星际 银河 什么神兵 骑兵 战士 战警 blah blah的这几个单字在那边排列组合 不幸的话我出个考题给各位 太空战士 宇宙战士 星际战士 银河战士 有人能分辨出各式代表哪部作品吗 宇宙骑兵的时空背景是发生在2084年 当时人类足迹已经遍及宇宙的星屯肯区 却遭到拥有高度军事科技的企划人 突如其来的袭击 为了扭转局势 星际总部决定执行扫荡计划与之抗衡 所谓的扫荡计划 是一艘为了对抗企划人所开发出的巨型战舰扫荡号 可借由小牛动力变形为扫荡号机器人 它的处行技不是用剑将敌人提成两半 而是一招叫扫荡号的绝招 出招时会从胸部展开各式枪支集中射击 扫荡号的原文叫必思迈 也就是剧名的必思马德克 平时可由单人独立航行 但要进行更精密的战斗 则需要四人来操作 这四人又被称为星际警探 成员分别为火球 是个性格热血技术超权的年轻赛车手 为15年前与企划人交战而死的飞行员遗孤 在日本版动画火球是一号的男主 因受王父影响成为太空人 而被评选为扫荡号的驾驶者 由于父亲跟星际总部的飞银司令是旧事 所以与女主小春是青梅竹马 结果到了美版变成了二号男主 不但跟女主完全不认识 初次见面还因为火球优异的驾驭赛车的技能 而被随意找来充当扫荡号的驾驶 直到故事中期 才知道当年父亲于战争中失踪的真相 负责扫荡号的主驾驶 来自于苏格兰 头脑冷静且善于谋略的青年 是成员之中无可取代的智囊要脚 在日版 他是圆桌武士兰斯洛特的后代子孙 效命于英国皇室特别谍报部的干员 而美版的宝哥则是一号男主 故事的开头 哥就已经是个传说了 不但星际警探的美名 享誉全银河 还跟女主有暧昧不明的感情 全剧都是以他的字数 作为美极故事的开场 担任扫荡号的战情指挥 小马Claude 是个枪法神准的神枪手 个性放荡不羁 时常招惹麻烦 为成员之中不可或缺的甘草人物 在日版 他是美国最年轻的喷射机飞行员 在加入星际警探之前 是太空冲锋队的队长 美版则因双亲 招企划人杀害 而成为赏金猎人 以空中花式飞机特技流浪天涯 由于枪法神准 而担任扫荡号的攻击手 小春 可能因为英文是四月 所以翻作小春 她是星际总部飞银司令的掌上明珠 也是剧中唯一的女主 对于使用枪械等武器十分的排斥 但空手搏斗的实力却不差 在日版 她是法国最年轻的女科学家 对于青梅竹马的火球 有着十分深的情愫 时常刻意制造机会与她接近 结果到了美版变成渣女了 一开始单练本为旧式的合作伙伴宝哥许久 还见过人家的父母了 没想到火球入队后 竟然跟两人都有暧昧的关系 不过最后剧末 仍遵照原作和火球在一起 负责扫荡号的通信跟导航 此外四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专用小座机 火球驾驶的是一辆专用副座式的越野赛车 名为奋进号 宝哥的坐骑是一匹相当具有灵性的机械马 铁骑 小马开的是一台单座式的小型飞机 野马号 而原本在日版小春是没有坐骑的 美版则给他一匹跟铁骑相同性质的机械马 名叫NOVA 星际骑兵的故事就跟其他机器人动画一样 又是外星人打算占领人类的居住地 这次的入侵者名为企划人 是从一个叫气化区的异次元来到人类的世界 他们不但能活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下 还拥有变成人类外貌的能力 能轻易地渗透进入人类的世界 最屌的是他们还打不死 对他们而言 所谓的死亡只是化成气体 传送回原来的次元等待重生 刚开始 星际警探的成员只有两人 就是美版的男主宝哥与飞音司令的女儿小春 两人听说有个气化人间谍出现在有马星球 于是一同前去追捕他 来到有马星 正巧碰上这里最有名的赛车大赛 日本男主火球驾驶他的奋进号一路领先 中途突然冒出了一个开飞机的冒失鬼 跟奋进号插肩而过 此人正是三号的男主小马 两人互相确认过眼神 小马发现火球不是他要找的人后 就驾着飞机离去 害火球差点翻车被人追上 不过他最后还是凭实力拿到冠军 与此同时宝哥也刚制服了两名抢匪 来到一间豪华的旅店小住宿 由于现在刚好是赛车的热计 宝哥没有线上预约 房间早就都被订满了 此时火球也在一堆粉丝的欢呼声中走来 原来他刚好也是这家旅店的住客 结果前台钥匙后 宝哥突然伸手去抢 警察办案要借用你的房间 就在两人争论不休时 突然一个牛仔乱入抢走了钥匙 火球认出他就是差点害自己输掉比赛的家伙 才正想找他算账 没想到牛仔就因为乱把妹 被女方的爸爸拿枪追杀 最后宝哥跟火球也当了朋友 一起共用房间 而小马逃离女孩老爸的追杀后 也换了装背上飞行器继续寻找他的目标 原来小马是一个赏金猎人 他要找的人跟宝哥一样 就是这个企划人间谍 可是你都把人干掉变企划了 要怎么证明是你抓的啊 而宝哥也在烦恼 人挂了怎么问出Ramra的情报啊 Ramra就是扫荡号的英文 幸好小马刚刚听到间谍正在跟同伴汇报 扫荡号就停在边境的前哨基地 现在一定正遭受敌人的围攻 于是三人都不约而同的来到基地 各自展现自己的实力与敌人作战 火球率先发现停在不远处的扫荡号 车子才刚靠近 小春妹子就跑了过来 看你开车技术这么好 从今天起 你就是星际警探兼扫荡号的驾驶了 哎靠呀 你们选人都这么随便的啊 没办法啊 因为第一集就要全部集结完毕了 继火球之后 宝哥跟小马也冲了进来 小春说了句成员都到齐后 立即带他们前往扫荡号的控制室 并依照三人的专长 分配各自的驾驶座 此时敌人也派出了战斗用巨型的机器人 在剧中称之为叛变号 主角们连使用手册都还来不及看 就将扫荡号开出去战斗了 结果飞机状态的扫荡号当然不是对手 没办法了 只好使用小牛动力 那是什么鬼啊 你驾驶座前有一个像KTV服务灵的 按下去就知道了 火球按下服务灵后 四人的驾驶座竟然开始位移 扫荡号也随即变形为扫荡号机器人 最后在众人通力合作之下 顺利解决掉他们遭遇的低价判变号机器人 火球跟小马也拿到比猎人执照还难考的警探执照 一同加入成为星际警探的行列 成为星际警探后 进行了不少支线任务 像是什么矿坑救人 破坏敌人的前哨战 或是干掉卫装成吸附叫人入会的企划人 使每个成员的等级都提升了不少 有时企划人也是会用点头脑的 曾经伪装成一个在灾难中幸存的女孩 让小马一见钟情 瞬间坠入情骸 若不是狗狗登场救援 小马几乎要领便当了 不过每集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只要火球不在 扫弹号就无法变身 小马快变形啊 但这服务灵只有火球可以按啊 动画组没有换我蓝色手臂 按按钮的动画章啊 练了不少等候 终于要开始执行主线任务 某天星际警探奉命前往 中立的贾尔王国缔结同盟 而负责接待的罗兰王子 一路上都是一副结屎面 当小春一提到老爸飞鹰司令 国王还立即翻脸 并限制所有人的行动 小春赶紧询问老爸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15年前 贾尔王国曾受到企划人的侵略 当时国王曾向星际总部求助 可是总部军队来晚了一步 现场已惨不忍睹 从此双方就结下了心结 所以你就让我们来当炮灰了 解灵还需细灵人 你应该自己来才对啊 看我才不要 就在这时 敌人的叛变号突然来袭 王子驾驶着几辆破坦克前去迎敌 被打到快要往生了 我儿子快要被打死了 你们求我的话 我可以答应让你们去救他 看啊 谁要求你啊 好 我答应了 你们出发吧 由于这次的战斗是在沙漠风暴中进行 扫弹号机器人一度陷入了苦战 最后在小马队射击的超强敏锐度下 才获得了胜利 本以为帮忙解了围 回去应该就能缔结同盟 没想到国王反而怪星际警探多管闲事 为了让他们死心 还带他们去参观了一艘 号称用国家最先进的科技制造了战舰 有他在也不要说气话人了 就连有台赫尔博士的机械兽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陛下不是我想吐槽 这一看就是一击就挂掉的跑龙套道具而已 结果果然如宝哥所说的 这什么最新科技的战舰 服役跟退役刚好都在同一天 面对敌人的超级巨型战舰 连扫弹号都被击落了 于是宝哥要小撑将扫弹号开到战舰的上方 三人决定潜入内部从里面进行破坏 途中还不幸落入陷阱 遭到敌人四面包围 不过通常敌人拿的枪都是设定成打不中主角的模式 很快三人就在敌箭内大肆的破坏一番将敌箭炸成 这也是唯一一次不用变成机器人就打爆对方 两次救援之后 国王终于不在铁匙 不但邀请众人一起参加圣诞派对 还签下了同盟协议书 席间国王找了火球到他房间谈话 结果竟然在房间内发现火球父亲的照片 国王告诉火球15年前就是他父亲救了自己 当时他父亲谎称有重要情报假装投敌 等敌人发现被骗时 他已经混进了企划区 最后架着小型的战机直冲对方的指挥舰 跟大魔王天仇魔军一起炸毁 我知道这名字很中二 但真的就是这样翻的啊 也是因为火球父亲的牺牲换来宝贵的15年和平 才让人类有了充足的时间备战 如今看到火球就像看到他父亲的影子一样 贾尔王国才刚加入同盟不久 企划人就攻打过来 不过国王却发现有部队集结在附近的一个小星球 他猜想攻打王国是假 目标应该是那星球上的炼油场 于是国王要星际警探前往调查 王都就靠自己的军队来守护 果不其然 企划人正想搬空炼油场的所有资源 还不讲武德一次派了三架叛变号来对付主角们 扫荡号双拳难敌四手被打得很惨 多亏了宝哥出色的指挥能力 引导队员采取各个急迫的战术先干掉一只 接着扫荡号威力全开 一次解决剩下的两只 这场战役中火球也毕掉了对方的干部加特 之后更是追击企划人的宇宙船 想趁他们打开空间的通道 跟进去踹掉对方的老巢 企划区是一个跟人类世界完全不同的维度 扫荡号上的众人快要承受不住这压力 结果宝哥竟然单枪匹马追了过去 来到敌人大本营后 还直接杀到天仇魔君的面前 在此也终于知道企划人的秘密 原来他们在人类的世界被打死 会化成气体传授回原来的次元重生 但要是在自己的企划区被干掉 则会变成普通人 这一战宝哥砍断魔君的光剑 差点就打倒他 可惜最后还是被逃走 这应该算是前半段人类获得的最大胜利 不过这集其实是美版自己家的戏 为了更凸显出宝哥才是主角啊 经过一连串的挫败 魔君终于找了个有脑的打手 这人名叫杰西 是个人类 原本是星际总部中最优秀的学员 某次上柔道课时 对教官小春一见钟情 没想到在宴会上对小春表白遭拒 不但当众出仇 还被上司惩罚 杰西奋而结合当地的匪徒 转而袭击星际总部 最后以失败收场登上通气名单后失踪逃逸 从此便将宝哥视为情敌兼假想敌 但我觉得你的目标应该是火球才对吧 由于遭到通气 杰西干脆转头气化人 因为抓住了飞鹰司令 马上成为魔君身边的红人 结果当然是遭到其他干部的眼红 在一次的战斗中 本来有机会将星际警探们团灭 却被自己人搞破坏 于是他想到要利用飞鹰司令这个人质 杰西本就是一个公于星际的家伙 他故意制造一个机会让司令逃脱 司令在逃亡的过程中 不断接触气化心上的人民 得知他们因为资源匮乏 也将面临毁灭 连水都是用投影制造出来 妄媒止渴用的 后来司令不慎扭伤的脚 被一个老者带回家中治疗 殊不知 这一切都在杰西的监控中 老者表示 其实人民都想过得和平的生活 无奈领导人却执意要发动战争 接着还在老者家门口 看见跟复活结岛一模一样的摩埃像 这时老者说出了一个远古的故事 他们的祖先因为原本居住的星球资源耗尽 不得不在太空中旅行 寻找适合的居住地 某次遭遇到一个宇宙大风暴 竟然将一半的宇宙船吹散 失去了联系 当祖先们平安来到企划心定居后 便建起了摩埃像 希望失散的族民们看到能够回来团聚 听到这里司令不禁也开始怀疑 难不成地球人就是当初失散的另一半族民 这也难怪为何企划人 在他们的星球被干掉后会变成人类 不过后面剧情也没验证这一说法就是了 随即星际总部也侦测到企划心的具体位置 派出第七舰队协助扫荡号一同前往搭救司令 经过一番苦战 星际警探终于顺利的闯进内部救出了司令 这里感觉敌人明显有点放水呀 扫荡号都大啦啦的停在甲板上 也不派机器人去摧毁 其实只要出动十架叛变号将星际警探消灭 这故事就结束了啊 飞音司令回到总部立即召开会议 与此同时天仇魔君也刚好打了视讯过来 表明自己想要停战 双方签订和平的协议 虽然不少将军持反对的意见 但司令将他在企划心上看到的一切告诉众人 希望能消异战争让人民都过上安定的日子 不久后签约的日子终于到来 魔君派出的使者竟然是杰西 小马看到这不孝的学弟竟然混得比自己好 简直气不打一处上来啊 虽然说是双方停战协议 但其实人类是签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除了要让出有马星作为企划人的居住地外 还必须解散星际警探跟销毁扫荡号 主角们一听当场傻眼 这分明是敌人的诡计啊 不过司令心意已决 眼下和平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啊 况且星际警探也可以提早退休 实现财富自由 这对所有人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结局 扫荡号拆解了当天 所有人都来到现场围观 过去一同经历过了种种回忆 警探们全都历历在目 不久后 一片片的钢板被无情的切割 甚至如同扫荡号心脏的窝轮都被拆解了下来 一旁的杰西表示 窝轮必须完全摧毁才行 济师们却说 这是用特殊材质制作 普通工具无法切割 没想到杰西随便掏出一把小枪就将它熔了 你马了为什么你们的机器人不全装备这种武器啊 在这之后 的确是过上了一段和平的日子 可星际警探们始终无法平复自己的内心 果然没过多久 魔军便撕毁合约对人类发动攻击 他们还隐藏了一门威力巨大的孤蓝冲击炮 一炮就将阿拉莫月亮给炸掉了 杰西威胁司令在24小时内投降 不然下次炮口对准的 就是星际总部所在的阿拉莫星球 但是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 菲英司令为了预防对方毁约 老早就留了一手啊 他再次将星际警探集结起来 带到基地的深处 没想到这里竟有一台扫荡二号 这是在签订条约之前 早就秘密制造好的 威力比先前的一代还要强上数倍 武器也从原本的手枪变成机关枪 身上还能发射出一大堆的导弹 现在不管是单点攻击 还是范围的AOE 扫荡二号全都可以搞定 孤蓝冲击炮虽然威力强大 却有一个缺点 就是需要很长的充电时间 扫荡号顺利清了一堆外围的杂兵后 三大男主再度侵入企划心的内部安装炸弹 破坏掉电源供应系统 虽然大炮无法再继续的充电 但也已经积载了一半的电力 威力还是足以造成巨大的伤害 结果杰西却将炮口对准了 魔君所在地的油马星球 没错 这家伙想要反水自己来当老板 手底下的人因惧怕他的武力也只能照做 可就在按下按钮后 巨炮却无法射出 此时基地中响起了天仇魔君的声音 原来眼前这台大电脑才是魔君的本体 15年前因为火球父亲的自杀式攻击 魔君也因此失去了肉身 消失匿机了一段时间 不过他的大脑没死 后来被改造成机械生命体再次的复活 好汉不吃眼前亏 杰西剑打不过赶紧逃出控制室 反正魔君也只是台无法行走的烂电脑 我就继续在你的基地闲晃 你能奈我何啊 与此同时 人类的军队已经全部集结在此 准备来场绝地大反攻 魔君操控孤篮冲击炮 想给他们迎头痛击 结果一半威力的巨炮 跟扫荡二号的扫荡炮互射 孤篮炮完全败下阵来被炸毁 杰西也不知道现在到底该打谁 于是将矛头指向仇恨值比较高的星际警探 驾驶着一台比扫荡号更先进的机器人 拿着90年代才出现的武器攻击扫荡号 最后扫荡号夺下他手中的光剑 一刀将他劈烂 再将光剑朝魔君的大脑丢了过去 终于将这个大魔头给消灭 企划心也随之爆炸 不过飞银司令却说 他们也许只是暂时返回自己的维度 不排除再度的付出 星际警探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但可能是动画为了掩饰杀害 企划心居民的一种说法吧 故事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结束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介绍到这边 由于之前的早期电视版霹雳布袋戏 深受大家的喜爱 很多人纷纷敲碗想继续看下去 所以大叔决定下周再加码一集 录影带时期的霹雳 介绍从霹雳城到霹雳战将的内容 想了解早期霹雳布袋戏的演化史 请记得收看哦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